文化大學 戲劇 影劇 劇組畢業的張作季導演的第9號作品 《那個最親愛的陌生人》 他在今天11月15號正式上映了 現在這裡是南港吧 南港喜樂的電影院 今天首演 然後國劇系 還有文化大學很多從前認識的一些朋友 文宇姐啊 宮浴姐啊 好多哦 大家都來支持 這部片 非常的開心 我真的覺得很溫暖 想一想 這好像就是 我們文化大學國劇系的一個精神吧 只要任何一個 學長姐或者學弟妹有演出的時候 我們戲上戲友會 就會動員大家一起去支持 還有 有示範理事長 學長這些 我覺得 很感動 真的 然後 因為我離開文大兩年了 兩年都 為了自己努力 沒有跟任何人聯絡 然後兩年後 然後兩年後 大家還能支持 然後 還能 想到我這個人 我覺得很開心 很感謝 非常開心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影視表演好像沒關係 舞台表演 結果 張老知道我從前是學金劇的 他就直接 把金劇的元素放在這一次的片子裡 我說我很久沒唱戲了我不敢 他就說那就讓過去的記憶 重新拿回來吧 所以他這支片子裡面 又放了一些 我從前 唱過的戲 是定君山把它放到片子裡 這部片一直在說一個 家庭的故事 我其實今天第一次認真的看這部片 之前導演也不讓我們看 第一次認真看這片 有很多的感觸 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只知道 就像我們拍戲一樣 每個人都只知道自己的故事線 然後都覺得自己是對的 可能我自己看到的 聽到的就是世界的一切吧 可是今天看這部片的時候 我終於可以站在一個上面的角度 來宏觀著整個家庭的每一個人 我覺得 就像戲裡的媽媽 我覺得好像我奶奶一樣 其實為了扛起這個家 然後很偉大 就不劇透了 我希望將這支感動 分享給身邊的人 今天11月15號 今天正式上映 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 邀請大家 靜著心 然後把節奏放慢 買一張票進戲院 好好的沉浸在這部戲裡面 讓我們有更多更好的片子 能繼續感動自己感染身邊的人 謝謝 非常感謝 然後文化大學過去戲 超級讚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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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